1931年918事变后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 1935年日本发动华为事变 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民族危亡关头 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使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5年12月9日 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影响下 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大规模抗日爱国运动 学生们走上街头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然而这一爱国运动却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疯狂镇压 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近四百人受伤 一时间舆论哗然 在独立漫画1936年第八期杂志上 刊登一幅名叫129的漫画作品 调绘了学生与军警在北平宣武门下斗争的一幕 这幅作品人物众多 线条复杂 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读者们的共鸣 年轻作者当时半中半阳的签名很难辨认 但几十年后 他的另一个签名伴随着自己物理成熟的讽刺漫画风格 家喻户晓 他就是当时只有21岁的画军武 1936年10月 历经磨难的三大主力红军 在陕甘宁根据地顺利会师 两个多月后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由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坚决对日抗战 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拥护 逐渐有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这时的画军武还只是身在上海的一名业余漫画家 通过发表漫画 表达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愤怒 当时的画军武以大场面风格漫画 在上海漫画界打开了局面 除了129 还有描绘市民兴致勃勃 争相围观处决的看沙头 和讽刺国民党当局小题大作 出动大量军警 只为捉拿一个小毛贼等 捉一个偷铜勺的小贼等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对时局的强烈不满 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画芳芳是画军武唯一还在世的孩子 与父亲一样 画芳芳也成为了一名漫画家 父子两代漫画家之间交流 有着特殊的方式 他是一个也是充满爱心 和对事物的一种幽默处理 就是作为一种 比较活泼 因为这我从小到历来的时候 他的表现得就像有时候喜怒 还是像个孩子一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8月13日松户抗战打响 三个月后上海沦陷 画军武不愿做一名王国奴 却又不知如何改变现状 画芳芳仍然记得父亲 回忆起几十年前 在上海沦陷区生活时的状态 人家以后他就是彷徨 他郁闷 他就不知所措了 就是总是心心压抑 就是 1937年9月 国共两党形成第二次合作 一致抗日 1938年初 周恩来经中共中央同意 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这里曾是周恩来直接管辖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所在地 第三厅主要负责对内对外的文化宣传工作 周恩来一直十分重视漫画祈祷的宣传作用 在这个能人汇集的第三厅里 有一支重要的分队 名为救王漫画宣传队 他们在周恩来的支持下 创办了抗战漫画杂志 创作了大量作品 从如今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封面及内液中 可以感受到当时漫画家们 对抗日救国的热切宣传 与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的不满 而华军武是当时抗战漫画最年轻的编尾 就在华军武迷茫惆怅之时 一师一友的兄长黄家音赠予他一本书 让华军武对延安产生了无限的向往 1936年6月至10月 在华多 中文字幕前纪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海上学三年 当银行小职员两年 我还不可能看到社会黑暗的深处 但事态的炎凉 吃吃粥的农民 高等华人的嘴脸 细载养奴的悲劣 达官贵人的无耻 以使我这个青年人感到社会的不公 国家之危机 个人前途之渺茫 抗认症爆发后上海沦陷 使我下决心离开上海 奔赴延安 与华军武一样 下决心前往延安的年轻人还有很多 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 1938年5月至8月仅仅三个月间 就有2288人前往延安 我觉得那个时代的青年 左翼艺术青年 其实他们这一时期的 左翼艺术青年的形象是什么呢 他们在上海时期就应用了一些漫画呀 这样的手段为抗战 就开始创作发出他们的声音 所以到达延安是找一条寻求救国的道路 1938年8月 华军武在黄家音的资助下离开上海 黄浦江边 23岁的华军武站在船头 对来送行的好友黄家音 蔡若红大喊 你要来呀 你要来呀 其实没有明说要去哪里 但是他们心里都明白 那是心中的圣地延安 虽然下定决心前往延安 但这对于当时只有23岁的华军武来说 可谓是危险重重 甚至可能因此丧命 从战争局势途中可以看出 此时的中国东部已沦为一片战场 直接从上海北上到延安的路 已经行不通 华军武只能选择先从水路出上海 在想办法绕过交战区 从西部进入延安 所以华军武所行的第一站 就是当时英国控制下的香港 这个国民党的政权 国民党的机构在那儿的控制上 相对是比较少的 第二呢 我党和八路军驻香港 也有本事机构 可以对爱国青年 给予一定的协助和帮助的 一个月后 华军武途经香港 厦门 广州等地 到达长沙 惊喜地在街上 遇到了老朋友漫画家叶浅渝和张乐平等人 原来在松湖会战打响后 上海的漫画家们成立了救亡漫画宣传队 他们从上海出发 到南京 武汉 长沙等地 用漫画的形式宣传抗日 他们之中有三毛之父张乐平 也有后来新中国动画片事业的领路人特伟 他那种战斗性 我们叫投枪 匕首 因为他可以用画 直接把你的对方的弱点暴露出来 把你那种阴谋 把你那种恶劣 那种暴行直接用漫画反映出来 他不管是我们在行上是夸张 思想上他也能够夸张 内容也能夸夸张 这由漫画来做 这是三毛之父张乐平 正在长沙绘制抗日壁画的情景 就是在这张照片拍摄前的不久 画军武与他们相遇了 张乐平的那个《三门流浪记》 那个时候还没有呢 我们现在老记得他都是那个三毛系列了 其实他画了很多这种担服的 就在墙上 不像那个 这不是挣稿费 那都是为了 就是一种运动 革命运动 听了漫画界师友们的热血经历 画军武更加坚定了北上去延安 参加革命的信念 为此他与朋友们化别 快马加鞭前往武汉 寻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这里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史纪念馆 八十多年前 画军武踏入这座建筑 他从皮箱的家层里 拿出一封珍贵的介绍信 这封信是黄家音拜托好友 著名新闻工作者 电影评论家唐纳 给周恩来 王明 伯谷写的 画军武把这封信上交给李克农 李克农于是写信介绍画军武 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找林伯渠 武汉与西安之间直线距离 仅为七百五十千米左右 但是当时武汉会战 导致直接前往西安的路 已经行不通 不得已 画军武只能先买的船票 西行去重庆 之后再想绕路成都 进入西安的办法 但从成都到西安 途经的江游 建阁 广源 宁墙等地 在当时是有土匪出没 单身旅客行走是不大安全的 在四川停留许久 没有门路的画军武心急如焚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继续时 查方的伙计告诉他 如果搭国民党的军车 只要啃花钱就能烧上脚 他就去买通了一个卡车的司机 这个人呢 就很巧 这个人是国民党两百师的 这个当时是杜玉明手下的司机 他的部队的司机 一个六轮的大卡车 很有力 当时他就坐着这个车 一路就很顺利地就到达了这个西安 进入西安后 华军武很快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看国揭朝信后 当晚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告诉华军武 第二天即可启程前往陕甘宁边区 但从西安前往陕甘宁边区的这段路并不是坦途 除了盘查特别严格的咸阳 国民党先后在草滩 三园 要县 铜关 中渡 洛川 共七地设置了关卡 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 国民党呢 虽然是和共产党属在国共合作界的 但它对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呢 是一直是从有戒心的 从有怀疑的这种态度 它对上陕甘宁边区事实上是一个相对封锁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时的华军武距离延安只有最后的三百千米 就在华军武苦于如安全穿越封锁线时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是两枚华军武生前使用过的印章 印章上刻有八路军文书上市的字样 华军武作为漫画家并没有成为一名军人 为什么他会给自己留下这样的印章呢 原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为华军武开具了八路军文书上市的身份证明 利用军人的伪装身份通过咸阳关卡 华军武为了纪念这一特殊的身份 在晚年特意让人刻印留念 因为当时呢他国共在名义上呢 还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战线 国共是合作来抗日的 那么八路军呢是作为一个合法存在的一个军队 使国民政府认可的 所以呢取得八路军的这个上市这个资格呢 工夫员是比较顺利的 手持八路军文书上市的意志证明 华军武顺利通过咸阳关卡 自此再行进三百多千米 孤身一人的华军武终于抵达了心中的圣地 燕安 四万多知识分之涌到燕去 燕充满了革命的理想 也充满了一种正气 他的信誉就在这个地方 华军武启程去延安市 在上海码头与友人漫画家蔡若红告别 向他大喊着 你要来呀 你要来呀 华军武不知道的是 蔡若红除了漫画家这种身份外 还是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成员 自上海美专毕业后 蔡若红先后与陶行之邹涛奋合作 在他们主编的刊物上 发表了不少漫画作品 虽然这些刊物不断被国民党禁止 但他仍在不断地坚持创作 1938年初 毛泽东在延安提出 我们需要成立一个抗大陕北工学式的艺术学校 很快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 但作为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 沙克夫却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没有校舍 没有师资 没有教材 只有一群热血沸腾的学生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为此毛泽东亲自帮助鲁迅艺术学院 选定了校制 但是面对大批从其他学校转学而来 对文学艺术充满憧憬的学员 师资力量的缺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毕业于上海美专的蔡若宏 成为了美术系教员的人选之一 蔡晓晴出生于延安 是蔡若宏的长女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女导演 蔡晓晴的多部作品 被评为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 如今已是冒蝶之年的蔡晓晴 回忆起父亲当年的选择 更多的是一种理解 她真正追求的这一面 她得到的这些东西 都是把她引向革命 引向延安 就说是必然的是水到渠成的 这么一种关系 而通知蔡若宏的任务 落到了时任新华日报美术科科长 同时也是蔡若宏的单线街头人 张恶的肩上 张恶是蔡若宏在上海美专的同学 这位社会经验丰富 时常露出顽皮上的同学 也是引领蔡若宏这个书生 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的引路人 蔡若宏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当年学校的画室 这里既有送红旗的人 也有向往红旗的人 画室里的青春与红旗同在 张恶呢 我们那时候都叫他胖叔叔 他吧就是性格特别好 不像我父亲总是觉得给人一种板着脸 那个很严肃的 他就是让你一下就可亲 好接近 张恶在这一时期的作品直白有力 如上海米荒之真相 一条长着日本军关头的蟒蛇 将上海的大米全都圈起来归为己有 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 在上海沦陷区强取豪夺的丑恶嘴脸 收到通知蔡若红的命令后 张恶即刻动身 当时处于上海沦陷前夕 那里已成为一座被日军围困的孤岛 张恶必须亲自前往上海 将命令带给蔡若红 但是这项行动十分危险 如被特务发现 后果将不堪设想 张恶只得坐船从香港出发 在上海与蔡若红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后 片刻不敢多留 回到船上过夜 第二天立即返回香港 1938年11月 一个阴冷的冬天 蔡若红与志同道合的女友夏磊西别 启程前往香港 一想到这或许是最后一别 蔡若红不禁常叹 无情流水别离心 一样悠悠不见 但谁知到了香港后 这一切发生了转机 到了香港之后 这个廖承志知道了这种情况 那马上就说 那你有女朋友吗 马上叫她来嘛 那要不然你们这个抗战 什么时候结束 你们你们以后 那个走不到一起了怎么办 不是打了电报 给我母亲 那接了电报马上就来啊 所以他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也想去 是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香港张恶和香港八路军办事处 负责人廖承志 撮合夏磊和蔡若红结婚 之后 这对新婚夫妇 便与张恶一同北上 这张在昆明拍摄的照片 生动地记录了 当时三个人的状态 1939年1月3日 蔡若红 夏磊 张恶一行 从香港出发 坐船抵达越南海防市 又坐火车经河内到达昆明 后改坐卡车 从贵阳去重庆 他们这个离开了昆明之后 进入贵州四川 那时候土匪 也经常出没抢劫啊什么的 他们就是为了避开这些个 所以每天什么时候出发 什么时候走这都没准的 那就临时看情况了 有的时候摸着黑赶叶 就为了避开土匪 有 去哪里 这个 resolutions 就会避开那里 我违到你 虽然 我 这三位艺术家 他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启发 特别是我们当的 林寝艺术家的一个 重要的影响在于什么 艺术家要有理想 要有担当 要有家国情怀 要把自己个人的艺术发展的思维 融合到一个伟大民族的发展当中去 这样的他的艺术 才能在历史上能留得住 他的艺术也才能发出人民的形式 为人民所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 华君武担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 终身从事漫画创作 他的作品成为了 新中国几代人的文化技艺 蔡若宏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专注于社会主义美术理论建设 成为新中国美术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张鄂则成为 中国美术馆第一任副馆长 参与了中国美术馆的创建 为中国美术馆的收藏展出事业 奉献一生 1998年 已经88岁的蔡若宏 给83岁的华君武写了一封信 信的最后写道 现在回想起来 我们的青春没有浪费 我们在延安吃的小米 没有白吃 我们总算是为党 为人民 做了一些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情 六十年似水一样的光阴 不会再来 我既惋惜 而又感到庆幸 我想 你会有同感 漫画 作为中国共产党 进行思想宣传工作的 一个重要手段 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文化战线 做出了贡献 漫画家们 为了心中那个炽热的理想 奔赴延安 在探寻民族化 大众化的道路上 不断摸索世界 以比一座武器 开启了中国漫画创作 一个崭新的篇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